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你对国际议题的认知 尤其是关于身高的讨论 为何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居然高于印度男性 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 根据柳叶刀杂志的最新研究 自1985年以来 中国男性的身高增加了惊人的8厘米 而印度的增幅却微乎其微 印度学者深入探讨后 发现遗传、营养、健康与射精条件等多重因素交织 影响着这一结果 我们也不会忽视战争的残酷 近期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萨地带的激烈战斗中 哈马斯的领袖辛瓦尔不幸丧生 这一事件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整个哈马斯组织的重创 让人深思战争的真实代价 此外 我们还将带您走进美国的历史 探索那些先为人知的故事 从华盛顿的假牙 到近九令的疯狂 再到美国梦的重塑 这些都揭示了这个国家文化与精神的深层意义 这些挑战性的话题 在全球化的今日 身高已不仅仅是个人特征 而是文化、营养和健康的综合表现 最近柳叶刀的一项研究 揭示了中国男性身高显著超过印度男性的事实 引起了全球关注 自1985年以来 中国19岁男性的平均身高增长了超过8厘米 而女性的平均身高也增长了大约6厘米 这一现象令人瞩目 究其原因 印度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首先 遗传因素在身高差异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与印度拥有截然不同的遗传背景 这自然导致了身高的差异 然而 营养状况则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 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饮食结构的改变尤为明显 中国家庭的餐桌上 有了更多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如肉类、鱼类和豆制品 这些都是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基石 在这方面 印度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对饮食的影响显著 许多人选择素食 这可能导致某些关键营养素的缺失 进而影响身高的增长 健康状况的改善同样至关重要 中国在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上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儿童和青少年 可以在更为健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然而 印度一些地区 仍饱受营养不良和疾病的困扰 这在某种程度上 限制了儿童的发育潜力 此外 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 也是影响身高的关键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带来了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普及化 农村经济的提升 也为家庭创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相比之下 尽管印度经济有所增长 但地区发展不平衡依然严峻 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 仍面临营养和医疗的双重缺乏 总的来说 中国男性身高的增长 不仅仅是遗传的结果 更是国家在提升公民 生活水平方面的努力体现 未来 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 各国在提升国民健康水平上的合作 也将更加密切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国家在这方面 取得更大进步 转向另一段 充满硝烟与悲剧的历史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中 哈马斯领袖辛瓦尔的死成为焦点 时间回到那一天 拉法式上空充满了战斗的硝烟 导弹与坦克炮弹的轰鸣交织在一起 在这场混乱的战斗中 辛瓦尔头部中枪倒在血泊中 这位哈马斯的核心领导者的死亡 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也使哈马斯的指挥系统遭受重创 根据以色列国家法医中心的报告 头部的致命枪伤 导致不可逆转的脑损伤 这一消息在全球范围内 引发了广泛讨论 目击者描述了战斗中的混乱与紧张 士兵们在激烈的对抗中竭尽全力 而辛瓦尔的倒下 瞬间改写了战局 辛瓦尔的去世 在其家乡引发了深刻的哀悼 支持者们在街头表达对他的怀念 认为他为巴勒斯坦事业的付出无可替代 然而 以色列方面则认为 这是对哈马斯的一次重大打击 进一步稳固了以色列的安全优势 尽管如此 战争的代价是任何胜利都无法掩盖的 伤亡人数的攀升和无辜平民的苦难 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反思 这场冲突不仅是军事上的对抗 更是对人类良知的拷问 辛瓦尔的死 唤起了人们对战争意义的深刻思考 究竟是何种胜利 值得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在无尽的悲剧和破碎的家庭面前 和平的呼声显得格外迫切 或许只有当人们真正意识到战争的残酷 才能迎来持久和平的曙光 回到曾经的美国 乔治 华盛顿的假牙故事 为我们揭示了另一种历史的奇妙 在这位美国开国元勋的背后 隐藏着一段关于假牙的传奇 身为总统 华盛顿因牙齿问题而备受困扰 早期的木制假牙 给他带来了许多不便 随着科技的发展 他的假牙材料 从木头演变到更先进的象牙 和金属合金 这一小小的改变 不仅改善了他的健康 也让他在公众面前更具自信 再看1920年的禁酒令 这一旨在改善社会风气的政策 却催生了地下酒吧和黑市的兴起 非法酿酒和走私活动猖獗 黑帮势力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禁酒令的疯狂 让人们意识到 单靠法律 并不能简单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最后 美国梦的重塑 从19世纪的移民 朝到现代的科技创新 展现了美国的变迁与发展 从意大利移民乔治 巴尔伯亚的成功创业 到硅谷的科技崛起 美国梦始终在不断演变 成为创新与自我价值实现的代名词 不论是乔治 华盛顿的假牙 禁酒令的疯狂 还是美国梦的追寻 这些故事 不仅是历史的碎片 也是文化的见证 激励着我们 不断追求梦想 创造未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 高于印度男性 明显是因为 中国在营养和健康改善方面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饮食结构中 蛋白质和营养的增加 为青少年的生长发育 提供了有利保障 而印度 由于饮食习惯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许多地区的居民 仍然面临营养不良的问题 但楚天书 你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遗传 你不能否认 印度和中国的遗传背景是不同的 这对身高差异有重要影响 再说了 身高只是一个身体特征 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和营养 来解释所有问题 我们也要考虑到 文化和健康意识的差异 印度虽然有些地区 经济发展缓慢 但并不能单单归咎于饮食习惯 谢琪琪 虽然遗传的确对身高有影响 但不能掩盖社会经济条件 对营养和健康的重要作用 正如你提到的 美国历史上的禁酒令也显示了法律不能轻易改变人们行为的道理 中国通过经济发展使得更多家庭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这类似于对于禁酒令下人们通过地下酒吧去获取酒精的逆反心理 经济发展同样是对健康和身高的推动力 楚天书 你提到禁酒令让我想起 美国梦的重塑也是基于多样化的社会背景 印度的经济增长虽有不平衡 但在创新和文化多元化方面同样有着巨大潜力 就像美国的硅谷一样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 通过科技和文化创新 印度也在努力改善其社会经济结构与健康状况 我们不能单一视角看待问题 而应看到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印度在科技和创新上的成就 但就身高问题而言 改善基础的营养和健康条件仍是最直接的途径 就像乔治、华盛顿从木头假牙到金属假牙的转变 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改善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 中国在这方面的快速进步显示了一个更健康的发展模式 这是印度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楚天书 你的观点我部分同意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 印度的多元文化背景同样是其发展的优势 正如美国从移民到科技创新的多样化发展 印度也在逐渐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身高只是一个指标 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多元文化和科技创新 来实现全方位的社会进步 毕竟高个子并不等于高素质社会 对吧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奇奇的辩论 引发了对中国和印度之间身高差异的深入探讨 涉及了经济 营养 遗传及文化等多重因素 虽然两位辩手的观点各有其合理性 但我认为他们在辩论中 也存在一些值得指出的盲点和偏差 楚天书主张 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高于印度男性 主要归因于中国在营养和健康方面的投入 他的利润以数据为一据 并将经济发展与身高问题紧密相连 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 然而 他的论述似乎忽略了遗传因素的影响 这一点在谢奇奇的反驳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 身高的差异不仅仅是营养和经济问题 还受到基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 楚天书在强调一个因素的同时 硬更全面地考虑其他可能的解释 谢奇奇则从文化和多元化的角度出发 指出印度在科技和文化创新方面的潜力 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视角 然而 他在辩论中似乎没有强调足够的关于营养和健康的问题 这使得他的论据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一定的说服力 身高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社会发展的指标 而他过于侧重文化背景的论述 可能会使人忽视了改善生活条件和健康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 两位变手各自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促使我们思考身高差异背后的多重因素 楚天书的论点提醒我们 关注经济和营养对身体发展的影响 而谢奇奇则让我们看到文化和遗传的不可忽视性 未来在讨论类似问题时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多元视角的融合 而不是简单地将复杂现象归结未单一的原因 这样的辩论不仅能提升我们对问题的理解 还能引导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寻求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